你们知道吗 这个新冠病毒肺炎的症状包括了发烧、咳嗽、喉咙痛和导致呼吸困难 如果你发现以上的症状 必须马上到第一邻近的医院做检查 避免把病毒传给家人 新冠病毒 人们收到行动管制令而不能随意外出 所以在这行动管制令期间 我们必须无时无刻保持双手的干净 我们在一天内要喝大量的水和吃得健康 比如多吃蔬菜水果 能帮助增加维他命 让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个最佳状态 在这行动管制令的期间 人民必须要待在家里不能随意外出 除此之外 一个家庭里也只能一个人出外购买热肠用品及材料 人们在外食要确保有正确的戴口罩 以及保持一米之间的社交距离 人们在外食要确保持一米之间的社交距离